文森寶小事 今天到晚傳 《單森寶心茶》提醒你收看今日看點 為將一間企業的三名男員工結盤去水庫遊野榮 誰知三個都出事了 一個十七歲的年輕人還不幸歷水身亡 廣州潘如市橋近期有多台小車遭遇降珠襲擊 令周邊住戶又心臭臭 到底誰做的 廣州雷灣區花地大道北 有一處房屋的外牆發生灘塔 現場疑似有人被困 記者現場直擊搜救最新情況 超級工程心中通道 今天正式通車了 我們派出多路記者直擊通車首日的盛況 民生無小事 今天多關注 歡迎各位收聽收睇今晚的今日關注節目 今晚陪著大家有達哥和以文 多謝各位 馬上去片 劉沛 以文最近呢 天氣真是酷熱了 好多人就喜歡去野外那裡夜榮游泳 但這種行為呢 我們講過不知何時 很危險的 結果 真是6月28日的下午 維州衛城區三棟鎮有三個男生約了水庫游野榮 誰知其中一名十七歲的年輕人是不幸力水身亡 6月28日下午5時多,維州衛城區三棟鎮 一間企業三名員工在下班之後,結伴到雞龍香水庫游泳 由於三個人都不熟悉水性,下水之後就出現力水現象 因為當時水庫邊有群眾正在釣魚,他們聽到呼舊就趕快上去研究 將靠近岸邊的兩個人研究上岸 但另外一名溺水的年輕男子卻沉入水底,不見了蹤影 救援人員利用水下偵抄移,對附近水域開展探測 晚上8時40分,探測儀發現了溺水者的遺體 令人怨惜的是,溺水男子經現場醫護診斷,已無生命提睛,練緊17歲 記者今天在現場看到,雞龍香水庫屬於開放性格 水庫周圍顯眼位置,軍設立禁止下水游泳的警示牌 有釣魚的人說,水庫每天都有管理人員定時巡查 但總是有些人,趁著巡查人員離開時,偷偷下水 衛城區三棟鎮政府表示,他們將會結合暑假 與逢學生的水工作,從6月29日開始,每日安排專班 全市段敦手巡查工作 不管是中學、春小,要求學校進行專項教育 要傳達給每一個學生、家長,不能讓小孩到水庫裡來遊玩 把這個事情通報給各個工廠,要求工廠自己的工人要加強教育 廣東台北斗 其實當地政府也好,學校也好,我們宣傳部門更是 一二再再二三提醒,不要野榮,不要野榮 但是悲劇總會有發生 十七歲,最傷心目的父母 廣州判員有袁林仲捷戶通過足電新聞APP跟我們報料 就說,有一個星期前的晚上 他家的圓林地裏面突然被人偷倒了大堆的建築費和淤泥 將他們運輸的路為一條路熄到密密實實 搞到他們想出貨都出不了 印象中,潘如好像不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 這次又是什麼人做啊,這麼缺德啊,看看 報料人簡女士說,6月21日清晨 他好像平時一樣,回到廣州潘月的圓林地開工 誰知就發現,原來的運輸通道竟然被大量淤泥沙石塞死了 簡女士的圓林主要售賣有紙樹黃皮樹 運輸通道被堵塞之後,這段時間他根本無法出貨 現在我有兩三張單,裡面已經吹了我幾天了,都出不了 現在都沒辦法做生意了 記者今天來到現場觀察到,葛元林坐落在潘月區 興業大道西陸邊,門口交通非常便利 據原林負責人介紹,這條路是他們重要的運輸通道 長度大概有100米長,寬度有5米寬 在現場我們看到,這裡已經被建築廢料、砂石和淤泥所佔據 這些堆積物高度大概有一米多高,長度有70米長 幾乎完全堵塞了這條運輸通道 使運輸的車輛難以通行 簡女士說,事發當天,他就報警 但警方至今都沒有任何的調查結果 記者向警方了解情況,辦案文件回覆說 具體案情由潘月城管來執法處理 記者隨後聯繫上中村街獨辦,執法人員很快就到場處理 我們會聯合公安和交警部門追查偷導的人 然後進行依法依規,進行處理 接下來我們會安排施工隊把這個東西 相應地運到合法、有證的銷納場把它處理掉 傍晚,中村街獨辦向今日關注法例回覆說 街獨辦正會和區城管局、公安交警等部門 開展聯合調查,待確定違法行為人之後 將嚴格依法處置 同時,他們亦都約談攝氏原林地塊的管理方 要求其加強現場管理,盡快處理偷渡淤泥 廣東台記者林志欣報導 真誇張,7米多長的淤泥堆 就算一晚倒落都要十幾二十台車才倒落 什麼人這麼過意不去 在這裡我們也要感謝中村區的街道的有關部門 積極配合我們的節目 馬上去查處 但是奇怪了,人家事主報警都這麼久了 沒有任何回覆 就算不關公安局的事 關城管,你也馬上將這件案 移交去城管,或者告訴報室的人 部署室主的人,你告訴他去城管做也好 要等到記者去追問,才說不關我們的事物,去那邊問問 再打電話那邊才會派人來 有沒有搞錯,今時今日這樣的力度可以 近段時間雨天頻繁,廣州天羅區匯景新城的市民 又是跟他們報料 下雨過後,在家裡的小區路邊草叢圍場上面 都能夠見到非常大隻的非洲大蝸牛 你見過沒有?這麼大隻的那些 汽車數量好多 多到成了泛濫成災 令人見到毛骨爽眼 有沒有這麼誇張?你沒見過? 記者帶你看看 雖然是日頭 但記者今日在廣州天河區匯景新城小區裏面 部分區域的圍場上,果然爬滿了大量蝸牛 有清潔人員正在逃售清理 我們都是直接吃 我怕這個都是曾經見過 我們從小到大都見過這個東西 有些拿手拿,你覺得也沒事? 沒事沒事,我們覺得沒事 但是我們歲數大了,覺得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有小朋友說,不少小伙伴 都對這些蝸牛有好奇心 經常拿起來玩 我會摸,我吃了蝸牛 其實這種俗稱非洲大蝸牛的不應該隨便接觸 有專家介紹,非洲大蝸牛經常不吃鼠類糞便 身上也攜帶多種致病細菌 另外,它還是多種寄生蟲的中間宿主 只是一隻,身上就有上百條寄生蟲 直接接觸這些蝸牛 容易引發人體皮膚感染 嚴重的,還會被寄生蟲入侵免疫系統 出現高消等嚴症 非洲大蝸牛呢,是一種比較難常常見的吧 外來入侵的物種 它本身可能會攜帶一些人體傳染病吧 注意看到它以後不要去觸摸它 帶手套防護住自己 然後給它清掃處理掉 在它活動的地方,噴灑一些消毒劑 是吧,要滅除它遺留的一些蜂蜜物啊 我想他們應該有一個專業的人士來清理吧 你可以貼一點那個宣傳話呀 我們從來都不去摸它 有寄生蟲的那種吧 不小心去搞到它了 一般大人都要帶回家裡去處理清潔 我們在這個小區看到圍牆上爬了大量的蝸牛 同時旁邊還會有一些它的排泄物 有醫生提醒,如果當你一不小心觸碰到這些蜂蜜 或者它的粘液部分的話 那需要有條件立刻就醫 如果沒有條件就醫的話 那需要用大量的清水清洗自己觸碰到的身體部位 對於小區裡邊蝸牛氾濫 惠景新城物業管理區回應說 近期已經在這裡積極處置 如果發現那些蜂蜜的話 我們會採取一個專業 比如說會單手套、專業的藥水把它處理、消沙 我們也會說加強這方面的巡邏 以及獨島也會強調一下 對於蝸牛這方面怎麼處理方式 我們也會有一個整套的來跟他們聊一個強調 黃東台記者照唱報導 這些蝸牛我們小時候就看到有的了 這麼多年現在還是泛臨成災 我們也說廣東人什麼都敢吃 可不可以請一些美食的發言家們 研究一下去其粗魄 去了那些毒素 將它變成美味 那麼到時候想到賺錢都沒有啦 拜託各位大家 好了 耀文講的突發消息 今天下午四點左右 廣州雷灣區花町大道北 有一個民房外面的外牆 發生探討 現場懷疑有一個人被困 目前相關部門和街道正現場全力搜救 對啦 我們的記者林志欽已經趕到現場了 馬上看看他剛剛發回來的最新情況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是 荔灣區花町廣場的外圍 在馬路對面就是主治綁古島 它是故的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聚集了大量的消防車 挖掘機救援車和應急車輛 正在緊張有序地進行收據工作 交警也已經設置了警戒線 由於這裡是多個路口的交會點 導致交通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擁堵 根據荔灣區的最新通報 現場疑似有一人被困 在採訪過程中呢 我遇到了一位正在尋人的姐姐 他自稱是自己的弟弟 正被困在倒塌的樓內 他是接到了親戚的電話 而衝門趕到了現場 非常想進入這個警戒區 但是呢 屬於安全地考慮了現場的民警 耐心地將他勸退了 最了解當時呢 這個大樓正在進行的拆除的工作 下午四點鐘 不像發生了這個倒塌的事件 目前呢 各個部門的工作員 正在現場進行收據工作 以上就是我在現場了解到的情況 嗯 希望真的有奇蹟發生 有廣州市潘儀區市橋的觀眾 向我們今天關注報料 他說他停在居民樓下的車輛 近期連續多過夜晚 啊 遭到懷疑是降諸襲擊 車輛玻璃多處造樣 而且中招的小車還不知道他一個 那到底是什麽情況啊 那麽陰功啊 看看吧 劉先生家住在 潘儀區市橋街道西環大街 在這裏住了二十多年的他 一直都將車輛停放在居民樓下 仍然從6月22號開始 他的車就開始接二連三地遭到襲擊 第一次被炸 然後炸了前擋玻璃 然後呢 隔了一天 那個上面的天窗 又被炸爛了 然後 二十七號的下午 把車拿回來 剛剛換好的 啊 又被炸了現在 有附近商戶和記者說 中招的不單止樓山一部車 在西環大街二十一號居民樓下邊 一共有三部車都在深夜遭到黑手 還是第二個受害者 第一個是停在這裏 然後那天是一個跨路水平 大概這麼大的一個跨路水平吧 炸下來 第二晚上就到他 前面還有一輛的 記者見到 樓山車樑的前擋風玻璃上 仍然有半個指甲大小的彈孔 大家都認為這個並不像是小孩子的惡作劇 每次就是一個小洞 那個玻璃就已經掉到那個車的座椅上面了 大概是香煙頭這麼大的一個鋼竹吧 那鋼竹在現場也就找到了 找到了一個 百分之九十九十二億吧 因為畢竟是重複了 然後 數法差不多 腳都也是差不多 劉先生表示 自己停放的區域 並沒有阻倒其他車輛和行人 所以發生這樣的事真是很無奈 另一方面 江珠的殺傷力之大 也都引發了大家對安全的擔憂 對此 受害車主門也是多次向屬地派出所報警反映情況 記者致電廣州市公安局 潘如區分局 西黎派出所 工作人員表示 已經提取該路段的視頻監控 也都是第一時間通知社區文件跟進 目前該事件仍在調查中 那車輛損失應該由誰來承擔呢 有律師認為 破案之後 可以向惡意侵權人索賠 如果施案車輛的財產毀損超過人民幣五千元 則可以主張惡意損壞人故意毀壞財務罪 廣東台記者楊潔倫報導 我建議在這個事情查清之前 你還要停在這裏 那你停在這裏 只能夠找一塊木板擋住玻璃 是嗎 電動自行車亂停亂迫的現象已經成了城市老大難問答 簡直是岩正年 佛山南海鋁水鎮有一個小區 就被亂停亂迫的電動自行車塞到 人想進去都進不到的 就連消防通道都難以行免 你說萬一小區發生火災 那效果真是百分之上 到底有多迫 記者帶你熱場看看 今天上午 記者來到佛山南海鋁水鎮 時代糖果三旗小區裏邊 雖然小區內部道路和駕空層已經沒有電單車停放的現象 但外圍道路除了五個白色的車棚之外 兩側路面上都塞滿了電單車 記者測量之後發現 這條箱向車道備佔之後 平均的闊度只有2.5米 最窄的地方不到2米 而貼近居民樓一周停放的電單車 和牆上的燃氣管道更只有1米左右的距離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這條道路 左右兩邊都被停滿了電單車 剛才我們又捲尺量了一下 在最狹窄的地方只有不到2米的距離 而這條路的旁邊我們是可以看到 就有立著這樣的一個消防警示的一個牌子 上面寫著消防通道即時停車 而這個牌子下面依然是停滿了電單車 而且電單車的旁邊還有一些像這個燃氣管道 這樣的一個危險依然一爆的這個存在 居住在一樓的業主和記者說 亂停放的電單車不單只存在嚴重安全隱瞞 也都被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不少困擾 小區物業有關負責人表示 外圍的道路兩邊大約停有1600部電單車 主要都是近期從小區內部隔空層和人行到清出的 但由於該項目外圍缺乏足夠用地進行安置 因此出現了集中停放在道路上的過渡期 接下來了會盡快推進停車區域的規劃 肯定清晰它現在有旁邊的位置會繼續提應 但是每旁邊靠著路這樣停的肯定是清楚的 廣東台報導 舉小鐘目的國家重大工程深中通道 今天下午3點在通車市運營 深中通道是集橋、島、隧道等於一體 是當前世界上綜合建設難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 我們記者今天就在深中通道記錄了正式通車的歷史一刻 下午3點在中山翠鏗東收費站 一輛越港兩地牌照的越港直通巴 率先平穩駛入深中通道 特別激動 昨晚都沒有睡好 避一輛車嘛 特別興奮 我是中山人 我是在香港工作 我是明天要過香港的 我從媒體知道今天要通關的時候 我就將那個時間調到今天 想體驗一下今天深中通道的頭班車 作為全國第一家越港跨境道路旅客運輸企業 越港直通巴由6月30日起 中山、江門、肖興、雲浮 往返香港的主要班線會優化調整 改行深中通道 而飄加維持不變 深中通道開通以後 我們增設了兩條新線路 一個是沙溪的 一個是東區的 現在我們每天經過 香港往返中山的班車 有26次 6個班車 我們越西片區的班車 同樣是82個班車 增加到今天92個班車 此外深中通道今天都迎來了三百多名特殊的客人 我現在是開在深中通道的一個大巴上面 跟其他大巴不同的是 車上的乘客 全部都是來自深中通道的建設者 和他們的家人 深中通道 我們在齊了 耶 我們一家人過來了 我老婆我女兒 我老爸老母 6個人 他們都很有興趣 想來 對啊 就一起來 我是工作了四年 我是從大學一畢業就過來了 工作了差不多七年吧 對 為什麼就想的 就是今天就上來這裡看看 你還是想見證一下這個重要的時刻 人生中很重要的時刻 對 韓劍的這麼偉大的工程 終於通車了 你還是挺激動的 畢竟 雖然搞這個工程搞了很久了 你看寶寶都不是很記得媽媽了 是不是啊 心中通道 起自深圳機場湖通立交 行勢跨越零丁洋海域 通過萬景沙湖通 和南中高速連接 在中山市馬安島登陸 和中開高速對接 我們將以跨租江口通道 作為全省綜合交通規劃的起演 持續加強大灣區的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和現代化綜合交通系統體系的建設 從而加速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交通圈的行程 國東台報導 心中通道全線車輛的通行費每車次是66元 這一行超級工程 將會開創越港澳大灣區的交通發展新格局 據說 開通第一天 車樓就好啊 甚至有點塞車啊 看看記者李思琦 今天傍晚在中山徐鏗東收費站的直擊 現在我們的位置是在中山的徐鏗東收費站 從中午的十二點多鐘開始 收費站對開的路段其實已經是排氣了車龍 來自四面八方的車樓 都希望在今天下午是一常心中通道通車的頭膽湯 所以從下午三點鐘正式通車 一路到現在這邊的車樓量都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們見到 在收費站這邊就已經出現了一定的車樓倒貫的情況 而且一路都是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所以從下午四點左右開始 當地的路證部門就已經是在收費站附近的路段 採取了一些臨時交通管制的措施 包括是用一些雪糕筒攔起身 以作為一個車輛的一個限流 那平均是三五分鐘左右 才會放一批的車樓 現在剛剛好就是放了大概可能是三四十台車進來 這樣 而我們再跟著著鏡頭可以看看 對向馬路的情況 那邊其實就是從深圳過來中山的方向 車流量同樣是大的 證明大家的這個熱情都是非常之高漲 那會不會真的有一些深圳的朋友 在吃飯的這個中數呢 是專門開車過來中山 吃一餐乳鴿呢 一點都不出奇 那另外我們今天在現場 除了說見到有大量的這個中山 和深圳牌照的車輛之外 其實還見到有很多 譬如附近珠海 包括我們廣州月A牌的車 都出現在現場的 那所以說呢 深中通道的開通 其實不單止是位及了深圳和中山兩座城市 更加是令到我們整個粵港的大灣區 和廣東省內的互聯互通 是變得更加之緊密的 那而隨著入夜之後呢 其實深中通道呢 所有的燈飾都會盡數打開的 那屆時如果是希望過來打卡的車主朋友 其實到夜晚呢 深中通道可能會帶給你不一樣的感受的 那以上就是我在現場發來的報道 2024廣州市中考今日開考 今年全市一共有12.9萬學生報名參加 不少家長和校友們都去到考場 為考生是加油打氣的 看看 早上7點多 廣州執訊中學門口已經結露起來 不少家長和考生在校門口合影留念 除了角色應門牌 甚至還有家長帶來了鷹舞 因為這個小鳥是我們小孩子最喜歡的一個吉祥物 本來我說 不要帶起我兒子說還是帶 那就讓他帶一下 通常我們全程都是滿滿的準備 絕對還是邁向一個新的生活的一個開啟 還是很重要的 小孩喜歡是帶少年團 然後無論如何他們也挺真能量的 我們對 我們也希望那些讓他加個油 對 他喜歡我們就專門去做個排杯來給他加油 對吧 因為小女孩嘛 講到奇開得勝 自然少不了媽媽組成的旗袍大軍 在旗袍大軍中 還有一位姐姐特別搶眼 起跑是媽媽大 對 去年那個弟弟有給你怎麼去應援 去年我弟也是穿了那種紅色的應援衣 對 就是重視平時每一次的訓練 然後呢 在今天中考我們就一個平常的心態 除了家長 還有愛心企業利用考場周邊的公交扇牌 為考生送上祝福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在廣州的一些核心區的考場 發布了一系列的中考加油站的廣告 裡面會有一些主題的加油 祝福他們金榜提名 也會有一些來自於家長真實的定制化的話語 八點剛過了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考生都已經進入考場了 那雖然距離第一門語文考試的結束還有將近三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有不少家長還是選擇在考場外等候 上午11點廣州中考語文科目考試結束 在廣大附中黃華路校區 考生們陸續走出考場 對於萬眾中目的作文考題 考生們普遍反映難度適中 它有三個選項 都是三個字的 我選的是看見美 然後其實我問了一下 其實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選了這個題目 今年中考的作文題目是 哪個教會我什麼的人 老師強調題目指向的寫作對象 是引導考生關注身邊重要的人 像我們2023年你可以寫人也可以寫事 它的範圍是比較廣的 但是今年它僅僅限於寫人 所以它的難度範圍 從範圍 從它的題材方面 包括它的利益方面都要小了很多 廣東台報導 身邊重要的人今天關注珠寶 好了 節目最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超級工程 甚中通道的宏偉身影 約定大家明晚同時 日子 還可以說 我們今天再見 我們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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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